来来来 赶紧拍 难得来到猪山 我们赶紧拍完了去普陀山 那么重要的车给我好好说 玩什么玩 怎么做了 十万级紧促型SUV 如果你觉得哈佛H6老了 长安CS55 Plus 看你了 那你应该可以看一下博越库 先来看一下博越库的前脸 首先大面积的中网 还挺唬人的 有没有一点卡尼拉克的感觉 首先这样的前脸 有一定的高级感在里面 博越库的前脸的时尚科技感 主要来源于这个贯穿式的头灯 看起来非常的精致 15厘米厚的前大灯博主 隐秘性很强 但重点是它的亮度非常的高 能够提高夜间行车的安全性 四轮四角的造型 一来好看 二来高速稳定性强 三来为车内提供更宽敞的空间 最后来看一下车尾 贯穿式的尾灯 很好的跟前脸去呼应 但这不是重点 在我个人看来 双边四出的真排气 才是这台车的个性表达 来到博越库的内饰 首先洋溢着设计的时尚感 档式感 以及是科技感 先说设计感 这个欧易开展式的中控台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至于档式感 大面积的皮质包裹 而且你摸得到的地方 全是很软的 但唯一一点美中不足的是 这个地方腿部经常会碰到的硬塑料 还有门板上的这一块 很大面积的硬塑料 这两块稍稍的有一点掉下 至于科技感 主要来源于这两块液晶屏 尤其是这个中控屏 它内置了8155芯片 带来了很流畅 很智能的一个车机体验 据说这个车机是 极力持下最新的 最智能的一个车机系统 它名叫银河OS Air系统 所以我们刚才体验了一下 无论是反应度 敏捷度 以及是辨识率 都相当的不错 几乎也是无可挑剔的 火跃库作为一台紧凑型的家用车 但它的空间表现并不紧凑 甚至是可以说有点夸张 大家可以看见 非常的宽敞 尤其是头部 纵向等等的 你几乎也是没有任何的压抑感 我们再来看一下 博越库的尾箱表现 因为作为一台家用车 尾箱其实使用率还是蛮高的 我们用言可见 其实还是比较规整的 而且有一定的分层 但是尾箱的开合高度是偏高的 如果是一些大件的行李 或较重的物品的话 斑线会有点吃力 博越库大载的1.5T发动机匹配的是七速双离合变速箱 这套动力总成足够的先进也足够的成熟 开起来非常的舒适平顺 重点是它的双离合变速器并没有那种明显的顿挫感 所以你开起来很有那种得心应手的感觉 它的零百加速能力在同级别里面是优秀的事情 博越库的底盘经过了中欧联合调教 所以它既有欧系车的那种灵动的操控 又有我们中国人喜欢的舒适的感受 所以我们开起来感觉整个车很舒服 很自在 很轻松 但你在山路或者是弯道的时候 又有一份很充足的信心 你想想10万块预算你能买到什么车 就连动力阉割的小型SUV本田宾制里都买不到 但同样的预算你能买到博越库了 有更上档次的设计 这样的高颜值 有更宽裕的空间 而且用料非常的足 有高性能 它的动力非常的充足 另外就是高智能 这是新势力一直吹嘘的东西 它也给到你了 就是我们身旁的这台博越库